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会计资讯系统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会计资讯系统教学节目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一起探讨的是第十六讲 主题是资讯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跟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我们今天这个讲次有下面这四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要来跟各位同学简单的介绍 资讯系统开发生命周期的基本概念 第二个是要跟各位同学说明资讯系统开发的过程有哪些主要的作业 第三我们是要来探讨资讯系统开发过程的行为面因素 最后我们会跟各位同学来简单介绍什么叫做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就是所谓的ERP系统 好 首先我们就来跟各位同学探讨第一个重点 也就是所谓的资讯系统开发生命周期 那资讯系统的开发生命周期 它最主要的概念是说 我们为了要确保资讯系统的品质 那我们在组织建构新系统 或者是大幅修改原有系统的时候 它应该采用有系统的程序跟方法 来进行系统的开发 这是它的基本概念 所以在开发资讯系统的过程当中 主要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系统策略 所谓系统策略就是要为资讯系统的开发 第一个中长期的做法或者是目标 这叫系统策略 要想说三五年以后我的资讯系统 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 或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所以要定系统发展的策略 第二个是专案的启动 也就是开发资讯系统通常是一个 比较算是一个大项的工作 那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很正式的专案 专案英文叫project 所以我们要定一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要正式地去定相关的计划 开始去启动 这叫专案启动 第三个阶段是所谓的资讯开发系统 或者是取得商用的套专软体 也就是说这个资讯系统 到底是我自己来写相关的程式 自己把该有的这些功能 自己把它建构起来呢 还是到市场上去买现成的套专软体 就所谓的package 是买现成人家已经写好的 就直接拿来用 就你要做这样的选择 那最后一个阶段是 系统建构好了以后 要对系统进行维护跟资源 维护简单讲就是要 让这个系统维持在堪用 合用的状态 所以可能会因为 使用者需要的改变呢 我们就必须要加以修改 修改原有的系统 那使用者碰到问题的时候 要给予资源 这是就所谓的资讯系统 开发的这个生命周期 大概有这四个主要的阶段 好 那么为了要帮助各位同学 更明确地了解在这整个 开发生命周期当中的一个 重要的工作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接着现在我们就利用图卡 来带各位同学把这四五个 主要的阶段呢 一一加以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电视画面上呢 所列出来就是资讯系统 开发生命周期的一个图形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第一个算是有点紫色的方块 是叫做系统策略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每一个机构呢 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个公司 都有它的业务需求跟策略 那么这个业务方面的需求 或策略发展的需求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系统的策略 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是 评估我们的这个 策略性的资讯需求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策略性需求 到底是什么 哪一方面的需求 然后这个需求呢 接着下来就要定一套 策略性的系统计划 因为我们要建构资讯系统 来满足策略性的资讯需求 那这样的一个计划 经过适当的评估以后呢 会产生一套所谓的行动方案 就是实际上这个系统 要怎么样去建构 不过我们在开发新系统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到 我们原来会有旧的系统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原有系统的状态 那我们要引进新的系统 应该也要考虑到 那这个旧的系统跟新的系统 假如要同时存在 那他们之间怎么样联系 这叫系统界面 还有在两个不同的 这个新旧系统之间的架构 是不是很容易接轨 另外使用者的需求 在新系统导入以后呢 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 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考虑的 所以一般在讲系统策略 通常会考虑到比较属于中长期的 也就是会考虑到未来的三五年 我们可能有的需要是什么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会决定说 哪一些系统开发的这个方案 会是具有优先性 所以我们要把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排定它的优先顺位 因此这边有一个高优先顺位的提案呢 我们会进行额外的研究跟发展 来决定下一个步骤要怎么进行 所以一旦决定系统开发 要进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启动这个专案 所以叫做专案启动是第二个阶段 那专案启动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的主要目的 当然是要去了解我们这个新系统 到底它的目标是什么 要满足哪些需求 所以进一步我们就要去了解 那哪些方案是可行的 我们把它概念化 就是把它的这个观念的具体 把它呈现出来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做系统的评估跟选择 有些需要评估看看 哪一些可行方案是 就成本效益 就可行性来讲 是比较高的 然后来决定 我们要进行哪一个系统的开发 哪一种方案的开发 那一旦你选定了以后呢 你就要把你要选定的系统 进行细部的设计 细部设计就是系统比较详细的规格 或是它应该满足哪些软硬体的要求 我们都一一把它定出来 那这时候一旦我们把规格开出来以后呢 这时候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我们刚才跟各位同学稍微提过的 第一个是你假如有足够的资讯人员 你可以自行开发 那自行开发系统就是自己建构系统 然后自己把系统交互给使用者来使用 那这当然需要比较多的人力 而且要足够的技术跟经验 所以一般除非公司的规模非常的大 资讯部门有足够的人手 通常公司不会轻易采行自行建构系统这一条途径 而会比较倾向于往右边来靠 就是所谓的商用套装软体 那商用套装软体 它有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就是慢慢的大家觉得可能不需要自己去写这样一套系统 因为风险高 而且常常可能失利不是很周全 系统不是很稳定 那假如说有经验的厂商开发出来 已经很多人使用过的软体通常相对稳定 所以一般来讲商用套装软体越来越流行 大家会采用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很多可能的这个套装软体来加以评估 然后用建立一定的标准来选择一套最适用的套装软体 所以我们在系统的这个取得方面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自行开发系统 一个是去买现成的套装软体 那不管是用哪一套这个做法呢 新系统一旦开发完成或是买进来以后呢 通常要经过适当的测试 适当的测试 那测试了以后呢 假如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加以修正 然后才会正式上线 所以换句话说 不管是自己写系统呢 还是买套装软体进来 都要有一个测试的期间 然后让使用者有机会去了解这个新系统 去试用它 那假如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经过适当的修改以后 才能够变成正式上线使用的系统 那使用完毕 使用的期间当中呢 就必要做维护 我们前面讲过维护就是要对系统 做必要的修改 来配合我们业务的这个改变 资讯需求的改变 甚至环境的改变 都会影响资讯系统必须要做修改 这叫维护 那资源通常是使用者在使用系统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问题 那应该由资讯部门员提供必要的协助 这叫做资源 所以系统的修改 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服务呢 都是资讯部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维护跟资源的结果呢 也可以回馈 回馈就是让使用者的这个要求系统改善跟资源 回馈到专案的阶段 甚至回馈到这个系统策略的阶段 所以这整个生命周期其实是有一个循环的概念 也就是从最上面往下走 那到了最下面呢又可以回到最前面 作为下一次订定系统策略 或是做这个专案启动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这就是所谓的资讯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 这是我们应该要有所了解的 这是我们对于第一个 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资讯系统的生命周期所做的介绍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刚才为各位同学大致上说明 资讯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 会经过很多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到底要完成哪些事情 那一般来讲呢 开发一个新的资讯系统 通常会同时去检讨企业的现有的业务流程 那顺便对业务流程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所以譬如说有些企业 他开发新的系统以后 组织的架构也会顺便调整 那一旦调整了组织架构 原来很多组织里面的这个员工 他原来的执掌就会被调整 那组织成员的执掌一调整以后 很多员工可能就要去适应新的工作内容 适应这个新的工作环境 因为他原来的部门可能会被打散 或者是原来工作可能会被简化 或者是被大幅的改变 所以一旦资讯系统有大幅的修改 通常会连带的使得组织结构有大幅的变动 那一旦这样变动以后呢 就会产生行为面的影响 英文叫Behavioral的impact 行为面这种影响或冲击呢 通常在开发资讯系统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加以考虑 因为虽然你见过一个新的系统 假如使用者不好好利用它 甚至采取比较抗拒的态度 那就会使得这个资讯系统 没有办法发为它预期的效益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这个行为面的因素呢 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一般来讲呢 行为面因素大概考虑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个人的特质跟背景 也就是说一个新的系统进来以后 那么组织的成员到底容不容易接受它呢 有人做过相关的这个研究 一个是比如说 假如这个组织里面的员工 他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他平常就比较不喜欢使用电脑的 那么一旦有新的系统进来 改变他原来的工作方式 他可能就会抗拒 他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引进这样一个系统 让我原来做事的方式大幅改变 让我非常的不习惯 甚至呢 把我原来部门打散了 那原来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工作 现在我没有办法 每天跟他见面啊 跟他这个一起一起做事 就会突然觉得非常的不习惯 所以一般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会发现说 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对电脑比较有排斥感的员工呢 通常就比较不能够适应新的这个系统的环境 那在这方面我们公司啊 企业在导新系统的时候 就要针对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些员工呢 要事先加以疏导 给予必要的训练 还有沟通 让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改变 对整个公司是好的 那对公司是好的呢 对员工就会是有利的 因为员工总是希望公司有比较好的长远的发展 所以资讯系统是要帮助公司业务运作顺畅 能够提供各种决策上所需要的资讯 那一旦使用资讯系统 使用资讯科技 那通常当然是希望公司的业务越有 越有越好的效率 工作的这个成果会越好 所以组织的成员必须要 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观念 然后慢慢去调整他自己的心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组织导入变革的方式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叫做变革管理 英文叫Change Management 那通常这种冲击是难免的 因此呢 在决定要开发新系统的早期 就应该透过高阶管理阶层 不断地去向组织的成员 说明高阶管理阶层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他是非常有决心的 让组织成员不会有一种观望的心态 说这个系统的更改是一定非做不可 那做了以后呢 会对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那对员工也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这时候就必须要 寻细渐进地去跟组织的成员沟通 这样才容易达到好的效果 这是第二个 就是必须要注意到 一刚开始就要开始去沟通 而不是只是说高层决定了 那不管下面的人有什么样的意见 就不跟他们沟通 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第三个是以往变革的经验 也就是说过去假如有类似的改变 那这种系统的改变或组织的改变呢 是一种不愉快的经验 那这时候员工可能会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观念 觉得说为什么要改变 因为上次的改变经验是不愉快的 或是甚至是不成功的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改变 所以假如以往的变革的经验 并不是非常愉快 不是很成功 那我们这一次做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要再说明我们这次怎么样做 让过去的这个错误 过去失败的这种经验呢 不会再重复发生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员工能够相信说 组织的改变是越改越好 那不会再重蹈覆测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一点就是管理阶层 他管理当局支持的程度 也就是公司的董事长 或是总经理这些高阶主管呢 一定要非常重视 这个资讯系统的新系统的开发 或是旧系统的大幅修改 一定要做比较明确的宣誓 让所有的组织成员都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修改呢 的确是非常严肃的 非常正式的 不是说说而已 这样组织的成员才会重视他 才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改变 是非做不可 那对组织对员工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以上我们讲的这四点呢 都是一个企业在导入 新的资讯系统的时候 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 因为行为面的因素 假如没有好好去处理呢 一旦组织的成员去抗拒这个新系统 那这个新系统的效益就不容易出来 那就会有恶性循环 因为他越抗拒越不去用 那这个系统的效益越出不来 那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当初要导入这个新系统 因为他效益根本出不来 那就会变成恶性的循环 就被否定掉了 所以呢我们特别提醒 企业在导入新系统的时候 也必须要特别去重视 行为面因素方面的一个处理 跟因应 这是我们跟大家做这样一个 简单的说明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说明另外组织还有沟通是不是有效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四点之外呢 接着下来是我们要强调说 高层要支持要跟成员沟通 那也要确定沟通是不是有效 那一般组织的这个沟通呢 是要有正式的沟通管道跟非正式的 正式当然是公司开正式的会议啦 或者是用各种文宣来加以说明 但是我们都要承认说 组织有所谓的非正式的沟通管道 常常会有所谓的意见领袖 那这种非正式沟通管道的意见领袖 所表达的意见 有时候对组织成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要想办法去了解 谁是意见领袖 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些 非正式沟通管道之下的这些意见领袖呢 也能够支持组织这样的一个变革 那刚才讲到的啦 有些人可能会对IT 对新的系统特别抗拒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 是不是有个人的偏见跟抗拒 那这种个人的偏见通常是 他以前也许使用IT 对他有不愉快的经验 所以他就比较不愿意 不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样去说服他说 这样的改变呢 不但是对他的个人 对他的部门 针对整个机构 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说 整个变革过程 会带来一定的冲击 这个冲击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因为你可能会趁着 资讯系统导入的时候 他会让流程被重新检讨 可能会被简化 甚至有些工作 可能大幅改变他的作业的过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可能会 一下子没有办法习惯 甚至会影响到 他在组织里面的地位 所以这种冲击 我们要预先加以评估 然后看怎么样去 让组织成员能够了解 我们会做适当的处理 那另外一点是 对于未知情况的畏惧 因为新的东西 代表大家不熟悉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怎么样 让组织成员了解说 这样一个新的系统 进来以后呢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让他们能够预先知道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来谈下一个重点 就是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所谓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有时候又叫做ERP系统 那ERP呢 是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的缩写 所谓这个ERP呢 它是用来连结企业内部 价值链的这个资讯系统 那它的目的是在于提供 企业整体资源配置规划的 可能解决方案 希望能够透过企业内部 价值链跟资讯的整合 来创造资讯的即时性 正确性跟一致性 那这样讲起来 它有点抽象 但是我们简单讲就是说 根据美国知名的学者 叫Michael Porter 他提到一个观念叫做 价值链 Value Chain 那价值链的概念呢 主要指的是说 企业的这个活动 要去评估 它会不会为企业产生价值 所以Michael Porter就把价值链 分成主要的活动 跟资源性的活动 那不管是主要活动 或资源性活动 它的目的都是帮助企业产生价值 那什么叫做 对企业产生价值呢 就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或所提供的服务 是不是可以为客户带来价值 那假如能够为客户带来价值 客户就愿意用比较高的价钱 来购买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劳务 所以我们要去考虑的是说 我做这些事情到底对客户来讲有没有价值 也就是对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跟服务的品质的提升 会不会有帮助 这就是价值链基本的观念 那因为我们要去重视这个整个价值链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资讯系统要能够支援 整个价值链里面有关企业资源的一个配置跟运用 这就是所谓的ERP的概念 那ERP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把企业的资讯做整合 就是不要让它变得非常的零碎或零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着下来就用图形来说明ERP系统的这个基本架构 那所谓ERP系统呢 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电视画面上面的图卡 ERP系统的基本架构图大概可以这样看 我们看在中间的这个灰色的大方块是代表企业 那在企业里面呢 ERP系统大概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叫做核心功能的线上交易处理 英文叫OLTP 就是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的缩写 那根据Michael Porter的一个说法呢 企业的主要活动 就是核心的活动呢 包含销售跟配送 就是把商品或劳务销售出去 那怎么样配送到顾客指定的这个地点跟场所 第二个是业务的规划 就是Business Planning 那第三个是假如你是制造业 那有工厂现场控制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Logistics 运筹的问题 所以这四个业务呢 为了要确保它的时效性 通常我们都会倾向于能够线上及时处理 因为交易发生就马上进入到资讯系统做必要的处理 那为了要支援这些义务活动 我们要把企业的资料库加以整合 这个整合的资料库叫云印资料库 所以这里面可能包含客户生产供应商 存货等等有关的这个资料呢 都会在资料库里面 那我们整个核心功能的一个处理呢 会跟客户跟供应商有密切的关联性 那除了资源线上的这个交易处理之外呢 在ERP系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能够支援我们的经营分析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OLAP 就是Online Application Processing 就是Analytical Processing 就是线上分析性处理 这个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是指我们对于日常营业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各种交易资料呢 把它抓到另外一个东西叫资料仓库 然后把资料仓库里面资料呢 经过一定的方式加以分析 来了解我们的销售啦 制造啦 配送啦 等等方面的一个绩效或表现 那我们前面跟各位同学提到 我们的ERP系统呢 通常是一个新导入的系统 但是我们可能还会保留一部分的旧系统 所以旧系统跟ERP系统之间 可能还要透过外挂的应用模组 来加以结合 那这些外挂的应用模组呢 可能跟产业的特殊需求有关 所以会找主要的ERP厂商以外的第三者 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整个来看呢 ERP系统就强调 日常业务的即时处理 加上后端必要的经营分析 来支援企业的运作 那在ERP系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资料库是高度整合的 它跟传统的这个资讯系统可能不同的应用系统 有不同的资料库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这是ERP系统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明 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ERP系统当然也要能够帮助我们跟客户 还有跟供应商有效地来交换资讯 来提供服务或者是资源的一个交换 因此呢有人会主张说 那我的ERP系统是不是也能够延伸到 供应链的上游 就供应商跟下游客户这边 因此有所谓的EERP 就是延伸的ERP系统 这个E代表extended 两个E的第一个E是extended 所以叫延伸的ERP系统 这是我们大概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这就是所谓的ERP系统大概的架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ERP系统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根据我们刚才这样的说明 大家可以聊 ERP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资讯会以非常顺畅的方式 在组织内部流动 因为资讯系统是高度整合的 资料库是一个整合的资料库 不同的应用程式之间有很好的衔接 所以资讯的流动会非常地顺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资讯的 资讯化的标准化的作业环境 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系统大幅地整合 那通常导入ERP系统也会在供应商这边 就是套装燃体的供应商也会把食物界里面的最佳 我们叫做best practice 就最佳食物也把它内建到ERP系统里面 因此它的作业流程应该是相当程度的标准化 因为标准化所以它的整个运作会非常地顺畅 第三个是资料库会独立应用系统之外 所以它会强调不同应用系统之间的高度整合性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在ERP系统架构之下的 最下面那个大的圆柱体 就是一个整合的营运资料库 所以因为资料库已经整合了 所以应用系统之间就比较好做有效的衔接 那第四个是它能够提供资料跟资讯的整合分析跟应用能力 我们刚才在图形里面为各位同学介绍OLAP 代表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就是线上分析的处理 主要强调就是我们把营运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抓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资料仓库 英文叫Data Warehouse 那这些Data Warehouse表示已经发生了交易 我们把它做长时间的累积 方便我们做不同的经营分析 比如说想知道不同地区 不同产品 不同分店 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业绩方面的表现 就可以透过资料仓库来做分析 那在实务上有人会把这样的一个做法叫做商业智慧 Business Intelligence叫BI 所以ERP也可以支援企业做这方面的一个分析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为各位同学大致上介绍的 咨询系统开发生命周期有四个主要的阶段 强调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都必须要做好 咨询系统的开发才会顺畅 使用者才能够得到好的系统来使用 帮他做好的决策 另外呢 我们也会各位同学来说明说 那这个ERP系统是强调把系统做高度的整合 来应应这个MicroPort所提到的那个价值链的各项活动 可以得到资讯系统一个有效的资源 让企业的运作能够产生最高的价值 这样整个业务流程才会算是非常的顺畅 所以相信经过我们这样的说明 各位同学对于资讯系统的这个开发的过程 还有ERP系统应该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 那我们在下一个讲次呢 会跟各位同学来探讨电脑化资讯系统的内部控制 欢迎各位同学到时候准时收看 我们这个讲次就到此结束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